全球宏觀資產管理公司Crescat Capital的投資組合經理 塔維·科斯塔對本台表示 當前美國的財政支出規模前所未見 科斯塔表示 如今 全球央行的資產合計 已經縮減了大約3.5萬億美元 與此同時 院內專家預測 美聯儲下週將大幅加息 以緩和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 屆時也將推高房貸、車貸和信用卡利率 CNBC曾有調查顯示 只有30%的人認同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 低於前總統川普執政時期 這讓民主黨擔憂 在中期選舉中 拜登的經濟政策恐難以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綜合報導